我是老實人不要欺負我 只不過問個話這麼簡單幹嘛 我想起來 那時候小姐那兒拿了一張超寶圖 寫著似隨眉 又指扛財無心機 那不是只是還正有個李老師 手中會有惡人獄場的寶物嗎 瞧著漢子呆活蛋老的 就一副不會說謊的樣子 帶我來試試 請問你是不是人稱路不時宜 陳姓吳阿的李大叔 是啊 不過沒有人稱我路實不疑陳姓吳阿 敢問大名 我名字一點都不大 爹娘只叫我老實 沒想到天下真有如此古異之人 我手頭上有張圖 不知你認得否 你怎麼會有這張圖 當年交給我鐵箱子的三個人 現在應該有三四十歲了吧 我是他們的代理人 是他們委託來拿鐵箱子的 不成 我當年說他們五百兩英子 怎麼能夠隨便將鐵箱子交給別人 搞不好你那張圖是撿到了說不定 那要怎麼樣你能接受我是代理人的事實 他們三個人都很有特色 這樣你說出來我是告訴你鐵箱子哪哪 其中一人是兇神惡煞 一副動不動就扭亂搏搏了別人手骨的樣子 一個是圓胖圓胖像米勒佛 無死無可都是笑臉 好像戴面具 最後一位要不是女裝帶陰器 就是男裝帶滅器 眼睛咕嚕咕嚕的直轉 搞不清楚是男是女 沒錯沒錯 本來那個像殺手說要給我一千兩 帕爾上說鐵箱子裡面不是好東西 只值兩百兩 最後那位翹書聲說錯整數給我五百兩 那鐵箱現在放在哪裡 我乘到海印客棧的馬舅裡 不過 不過什麼 我娘是娘娘的 首次給我一隻不知道是蜘蛛還是蝎子的東西當寵物 我都叫他小乖 然後呢他很乖是不是 沒錯他不會輕易傷害人命 我就要讓他鎖著鐵箱 他就只會對想要搶鐵箱的人發動攻擊 那有什麼問題 你身為他們主人去取回不就得了 當年我叫他鎖鐵箱時就臉門這麼大 去年我求他時有批小牛大 我怕啊 蛤就這樣走了 你這死豬頭 你這一趟老地好得緊 快花我錢來 大家平安就好 照約定我多還你一些錢 五百兩就好 誰要跟你修改啊 可以靠正常方法幹嘛修改 不會很花時間 不修改 小乖小乖 你主人你老實用來拿鐵箱囉 超大隻 想著我主人寶物者 死 呵呵呵 呵呵 是怪物了吧 打得贏嗎 喔 金強 打得贏嗎 這跟弄個冰心絕 啊冰心一下 冰心一下 冰心一下 對啊 不好吃 主人家應該也不用吃了 沒錯 我已經不想再去第二次了 我已經不想再去 我已經不想再去 龍虎香豆圖 欸這什麼 你們怎麼把你老實的小可以宰了 阿祖怪愛窩在馬修裡 屋裡吸收瑞月精華 終吃毒物害童 衝不傷人 先前必摺動 蛇患是他不然不少嗎 解放眼把眼淚不遵緩 還壞 我以後不賣無限給你們這些壞人 好可憐喔 這段被主角給宰了 好我們有錢了我們就可以去買了 最強刮刀 好可憐喔